那今天呢,中午到了松原之后呢,我们是先用午餐 午餐之后呢,下午我们在松原呢,是有两个景点需要参观 一个是庙音寺,一个是王爷寺 参观完景点之后呢,我们再乘车前往白城市 晚上呢,在白城市入住 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简单的行程 那小孙呢,也是把我们各位贵宾呢,送到松原市之后 然后呢,我就自己买张回城的票,我就打到回府了 然后呢,再在这里恭候着各位的归来 因为我们二十多天之后呢,还要再回到这里来 那因为昨天晚上啊,天气比较晚 所以说呢,没有给大家介绍这个长春市 因为现在我们地处的是长春市的最北端 那这里呢,也是长春市的老城区 老城区,所以说看起来呢,相对来讲呢 就会比市中心稍微的破旧一点 但是呢,现在呢,这里建设的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看两边的这个住宅 也是比较新的,比较好的 那下面小孙就要考下各位贵宾了 说猜一猜我们长春市的这个房价 多少钱人民币一平方米 大概都需要五千多块钱人民币一平方米 五千多块钱人民币 那我们长春市的这个房价呢 也是近几年才涨起来的 前几年的时候呢 最便宜的也就是一千八百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平米 那现在呢,你就是在郊区,离长春市区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也买不到那么便宜的房子了 现在长春市内,最便宜的房子大概也需要在四千多一平 四千多块钱一平方米 那长春市呢,是吉林省的省会城市 吉林呢,是源于满雨,吉林乌拉的简称 满雨中呢,吉林是盐的意思 乌拉是江的意思 吉林乌拉呢,是沿江的城池之一 那长春市呢,也是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同时呢,也是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之一 一共呢,管辖六个区,三个市,一个县 总面积呢,是两万零五百七十一平方公里 总人口是七百万 但是呢,我们市区人口只占三百万 这是我们长春市 然后我们的这里的气候呢 大家可能一定也知道哈,就是四季比较分明哈 那包括像这个季节来,尤其是今天,天气呢,有点烟尘哈 所以说呢,外边呢,待着会比较的舒服 不会中暑,不会太热哈 这边呢,也是四季分明 所以说呢,各位贵宾以后有机会 可以每个季节都到我们这里来 来旅游度假哈 因为每个季节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景色哈 它始建于1800年,也就是清家庆五年 那距今呢,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哈 那当时啊,据说长春建成的时候呢 这里到处盛开着一种美丽的花 这种花啊,叫月季花 又叫长春花哈 特别漂亮 所以说呢,人们店以这种花的名字 为整个城市定了名,叫长春 后来呢,又升为长春府长春县哈 那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呢 长春被国民党所占领哈 所以说呢,被日本人统治了将近十四年之久 直到1948年的10月19号才正式得到解放 这是长春的这么一个历史哈 那我们长春市的吉林省的省会城市呢 最早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 吉林市 1954年的时候呢 才由吉林市迁回我们现在的长春市哈 那大家可能是也有所耳闻说 这个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叫吉林市 也是全国啊 在我们大陆这边 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省与市同名的城市哈 吉林省吉林市哈 所以说以前呢,在南方的客人啊 大家来过之后就说 说因为不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说到我们,也是第一次到我们东北这边来 那其实呢,它要来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